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冬 韩服这个礼拜即将迎来6周年的这个改版的相关活动啦 那么首先先来看一下 他们之前的这个U-A Wish现在来到了第5周 那这一次呢是这个6周年的纪念硬币 很简单,你只要消耗英海撒祝福100个 他60基以上你就可以去获得6周年的这个硬币6个 那这个6周年的硬币呢可以去找NPC来兑换东西 主要来说你可以拿到6周年的这个纪念礼盒 里面的部分就包括了6周年的蛋糕 还有6周年专属的两张变身卡 一个是这个生日的妖精 一个是生日的怪兽 这个就是他的专属的卡片 好那在其他的话呢 就可以去兑换下面这些东西啦 那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包括一些比如说什么技能抽卡啦 一些魔猴啊 抽卡变身抽卡 各种的啦 神秘抽卡 还有一些饰品箱 三色硬币箱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里面去换到 那这些硬币如果你不想去换东西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拿去筛收藏 就包括了经验值奖励2% HP100PVE的伤害减免1 还有这个近距离的就是所有的伤害加1 还有伤害减免加1 以及晕眩抗性恐惧抗性1% 这些这个就要36个 这个数字数量都写在这边 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 好再下一个呢 就是新的这个计票啊 这次叫做Sunrise 那Sunrise意思就是这个日出嘛 那日出假设这个如果是跟职业的调整改版有关的话 想到这个日出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我记得当初暗黑席式改版的时候 好像叫做日时对吧 那这个呢会不会跟暗黑席式有关系呢 不知道 但是呢这个东西它就是200万的金币 可以去购买日出 这个是未来下一个版本 绝对是直接相关的 好再下一个改版呢 就是改版的这个雪币的部分了 他们把这边的怪物的平衡性做了一些调整 并且推出了这个新的怪物 那这个新的怪物呢 当然也会掉落一些新的道具了 包括这个圣地戒指 还有下面这些东西 我这个是科音的哦 大家注意一下哦 科音的代表什么 科音的代表可以塞收藏 这个收藏我相信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是没有拿到的哦 好再下个部分呢 就是调整了一些装备的能力值 不过能力值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就包括上面这三个纸装 以及下面这三个哦 就是爱丽丝项链 这个是手环 还有海路摆脚铁 这几个东西 六个东西 这边都会做一个改版 但是目前这边是还没有写说 他会改出什么样的这个资讯 后续有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 这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调整了两个 时间补充宝石的这个购买上限 像左边这个是爱比诺盆地的嘛 但这边的话 他改成是每一天最多可以买五个 那右边这个 就是古代巨人木屑嘛 这边也是改成一天可以买五个 那等级限制呢 基本上算是一样的 好 再来这个礼拜的周末限定制作 大家可以看到 加7的成长梯 加3的福石 还有这一个黑色兔子的这个娃娃卡 这个都是几率的 那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说每个世界限制20个 所以这个不是账号限制了 也不是伺服器限制 是这个世界制作 因为他这边写了 这个叫世界制作 好 那下面还有一些这个东西 大家就看一下就好了 船服啦 加7的这些啊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那值得注意的是右边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 开出来就是一些 加5或者是加7的这个 提卡尔系列的这个装备 或者是武器 这个地方 他就可以直接去开起来了 左边那边呢 就是加8的敏捷力量 跟自立的T恤这样子 好 那再来呢 这个礼拜 他们又来贩售 这个蓝变蓝娃的卡片 那大家看一下 蓝娃的部分呢 包括上市推出的西游记的 还有我们在链金里面才能拿到的这两个 那另外呢 增系列的这个变身 也可以在这边 应该也是用这个120万左右的这个变身币去购买 那上面这边新的这个西游记的卡值 这些就还不确定了 推测推测 可能也是一样120万 但是这个我们等之后再说吧 那这个东西 他叫西游记的箱子 那每个账号可以去购买两次 所以主要目标 应该就放在西游记这边了 那接下来他还有一个这种比较特别的 这个叫做高级的柴货选择箱 那拿到的东西就譬如说有这个 守护15个纯白万能药15个 1万个高级粉末10个祝福圣水大的 或者是12张的文样虫制卷这些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些道具的这个限定制作 还有这个船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礼包 虽然说是粉卡 但是他是这个纳格巴斯相关的这个变身 所以也算是补卡池吧 专门来补卡池用的 那如果你用4个的话呢 就是4个这个屏这个买4包 你可以去换一个纳格巴斯的西游变身卡的这个箱子 那如果是8个的话呢 你可以去换一个纳格巴斯西游卡的这个选择箱 上面这个是没得选择 下面这个是选择箱 那除此之外下面这些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主要讲他pick up的这里面放的呢 他就没有显示说是做哪一些的pick up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看到时候公告是什么了 那既然前面有提到韩版六周年的活动 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他们在六周年前连续的 他们就连续几个礼拜推出了一些活动 上面这个呢 就是去打这个 在雅丁大陆会出现的这些怪兽 那你要去打他 就可以获得一些奖励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副本的时间增加 还有这个世界王的奖励增加 再来就是试炼之塔 再来潘朵拉的藏宝图 这个东西是一个好活动 再来这一个礼拜 就是开始这个六周年的纪念币 再来第六周呢 就是这个爱尔摩军团的进攻 第七周 就是这个一个特殊地坚 活动地坚 他会给你这个大量的经验值 这样子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 那当然他下面都会有写啦 像这个爱尔摩的活动呢 他就是说 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值 跟这个英海撒的祝福 那这是一个活动副本 应该是之前都出过的 那这个经验值上升了 他就说 他会有一个专属的成长副本 来满足大家想要充等升级的欲望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韩版的这个改版啦 那六周年的部分呢 我相信跟刚才那一张的Sunrise的 这个计票 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不是暗黑骑士的改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影片呢 分享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